要去阴间的过程 第七观 奈何桥观于此桥 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 一种叫做奈何桥 另一种叫做奈何桥 过奈何桥头 一去不回头 桥分三层 上层红 中层玄黄 最下层乃黑色 玉下层玉窄 玉家凶险无比 生时行善事的走上层 善恶间伴的人走中层 行恶的人就走下层 和里面竟是不得投胎的孤魂野鬼 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 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 为自己寻找替身者 以便使自己能够脱身而转世 走下层的人就会被鬼魂拦住 脱入污浊的脱汤之中 为同舌贴够药 使受尽折磨 不得解脱 过完 奈何桥便可通往六个去处 即是进入六道轮回天人到修罗到人到处生到也叫旁生到恶鬼到地狱到 其中天人阿修罗到属于上三道 而畜生恶鬼地狱则属于下三道 至于去哪恶道 是根据王灵生前所做善恶的业绩来分门别类 善业多的往往会被分配到上三道 恶业多的往往被分配到下三道 这里要注意的是人死后续阴间的过程并不通用于所有人 因佛教中修行之人如果功德圆满的命中后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直接蒙佛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 而作恶多端的大恶之人可能也会跳过阴间这一过程 因业力牵引往往会直接被打入地狱 1.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 3.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 无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3. 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6.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 你可以永远要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9. 毅力